又是酒駕釀貨 10號凌晨2點左右 台東北南鄉太平路上傳出了巨響 附近的居民出門查看發現是車禍 一輛轎車是以高速衝撞停放在一旁的貨車車斗 造成交車上副駕駛座和後座的乘客受傷 而駕駛是輕傷 警銷趕緊現場把傷者送醫也進行酒測 酒測值高達0.61 被警方依照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 不能安全駕駛罪來移送法辦 從監視器畫面上可以看見 這台轎車在沒有任何減速的情況之下 就直接往貨車的車斗撞了上去 而車上的副駕駛座以及後座乘客均受傷 只有駕駛輕傷 而經過警方的酒測後 駕駛的酒測值竟高達0.61 這起車禍發生在北南鄉太平路上 今日清晨2點多左右 廖姓駕駛載著已經喝著爛醉的胡姓車主 以及他的老婆要返回住家 但沒想到廖姓駕駛自己也有飲酒 還故意開車上路 在返家的途中因不生酒力自撞貨車的車斗 導致胡姓夫妻倆受傷送醫 而當警方向廖姓男子詢問當時的狀況時 廖姓男子還一度醉到無法好好說話 而被撞的貨車駕駛的無奈地表示 目前車子已經損壞無法使用 警察來報的啦 喔 你趕快來就對了 對啊 那現在你的車要怎麼處理 有辦法修理 有辦法修理啊 我有叫保養廟叫車調過 那現在占士這沒辦法看你開了啦 沒開了啦 拍了之後啊 那整個都拍了 好好好 這都變形勒 這都變形勒 你看 那個震動跟蓋子蓋子 這塊也調過了 這塊也調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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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這塊也調出來了 我把它撞到裡面了 那東西是他的嗎 那頭前那個 那是他的啊 那是他的啊 這跳不跳你沒看 嗯 跳不跳 這跳不跳 這跳不跳 那這腳 垂了 在經過遠景 對廖姓男子進行九測後 九測值高達0.61 已經明顯超標 當下逼照違法刑法第185條之3 不能安全駕駛罪 移送法辦 在此也特別呼籲 久後切勿開車或騎車 以免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危險 記者陳吉林被南鄉報導 才猶豫 谢谢大家